大家好,我是小朋友的阿達叔叔 大家好,我是一個女兒的Ason爸爸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解憂廚房 解憂廚房顧名思義就是用料理來解決你所有的憂愁跟煩惱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憂愁跟煩惱 歡迎你在我們的官網留言 然後我們看到以後就會為你量身打造一道料理 來解決你的問題 Ason爸爸,有朋友有什麼煩惱嗎 有,現在我們一個朋友,他叫阿寶 單身王老五 單身王老五 對啊,他一個人住,然後每天都是外食 吃又鹹又油的便當 他來信說偶爾想要吃一點清淡的食物 但是很煩惱,家裡只有一個電鍋 那想要問老師可以幫他做什麼樣的料理 其實電鍋很好用,但 是的,我想到一個 既營養又清淡又容易的料理 我們來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交給老師就對了 阿老叔叔 我們現在要用什麼樣的料理來解決阿寶的問題呢 很簡單 你知道一個人吃,你要做得很簡單 特別是單身王老五的時候 你要吃得很簡單,要吃得夠一樣 那又只有一個電鍋 感覺好像局限很多 但事實上有一些東西是很容易處理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叫做馬鈴薯燉肉 馬鈴薯燉肉,常吃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處理 那處理食材的時候記得 你都不會做菜對不對 處理食材其實要從 比較沒有油脂的去處理 這樣沾板才比較會乾淨 其實我們 一般在處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馬鈴薯你可以,你怕它 因為我們今天很快就要丟進去了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咖哩啊什麼 怕它整個會黑掉的時候 你可以泡一點醋水 那蘿蔔呢 蘿蔔我們要切滾刀塊 滾刀塊啊 對,但是你記得大小要跟馬鈴薯差不多 甚至比馬鈴薯小一點 因為蘿蔔比較硬 滾刀塊,你懂嗎 滾刀塊就是這樣切 滾刀塊,我們不懂 我們只懂得吃而已啦 來 滾刀塊的方式 不錯,你很有潛力 真的嗎 對,切得還蠻美的 稍微小一點 好,可以了 差不多了 再來處理肉 肉我們大概把它切成 大概0.5公分或0.5公分左右 的厚度就可以了 你王老五的時候 做吃什麼 其實就是在家裡附近 看到有什麼吃的 我們就...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 那你要解決這件事情 你的方法是什麼 比如說他想要一個人吃一點清淡一點 清淡一點 我知道你的解決方法了 早知道我去老婆 結婚 對對對 所以阿寶 趕快結婚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是沒錯 很重要 好 然後呢 我們來做一些基本的調味 那那個馬鈴薯燉肉 最重要的調味 其實就是醬油跟味醂 我們先倒一點水進去 大概250cc的水 250cc的水 對 然後呢 一大匙醬油 一大匙醬油 一湯匙的醬油 一湯匙的醬油 記得醬油多少 味醂就多少 醬油跟味醂的比例是1比1 1比1 阿寶要認真看喔 1比1 所以你剛剛倒多少醬油 就倒多少味醂 好 再來我們還需要 一點糖 一點糖 對 剛剛是一大匙的醬油 然後我們就兑1小時的糖 1小時的糖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攪拌它一下 攪拌 老師這個可以交給我 這個我專業的 攪貨了可以 攪貨了可以 好 這個要攪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看一下 然後它有一點帶一點琥珀色 這樣就可以 然後肉先放在下面 肉放在下面 然後呢 把這些食材放在裡面 統統放進去 統統放進去 哇 對 好 我們現在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好 好 放進電鍋呢 我們就等就好了 這個其實非常容易 你甚至可以在上班前就先做好 你下了班就可以吃了 很簡單吧 很簡單 現在你可以做了 我還是吃好了 吃比較快一點 這就是結了婚男人的懶爸爸一個 好啦 我們就等它 然後呢 很快就完成了 好啦 我們的馬鈴薯燉肉做好 哇 太香了 對 其實你看 其實你看 你看這裡面有什麼 哇 馬鈴薯 對不對 它是澱粉 對 紅蘿蔔呢 它有膳食纖維 對 然後它有很多維生素D啊 什麼BD啊之類的 然後呢 還有什麼 肉 也有蛋白質 所以這個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 而且很清淡 一個人更要好好對待自己 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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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 美國有個作家叫柯翰 他就說 其實你即使在最孤單的時候 你還有自己做蛋 對 所以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要吃得更好一點 來 好 看看馬鈴薯燉肉 好的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清爽的 一個料 好吃 如何 阿大叔叔 給我一碗白飯好不好 我可以申請一碗白飯 你可以用電鍋再去煮一碗白飯 對 太好吃了 而且做法非常簡單 對 你只要把這些材料放進去 然後放到電鍋去燉 就可以了 你看 連肉都很 很爛 很嫩 對不對 我真的需要一碗白飯 你需要一碗白飯 對 阿寶 對自己好一點 對 對自己 但是呢 雖然對自己好一點 雖然 你在最孤單的時候 還是有自己作伴 但我們還是要誠心的祝福你 趕快 找到老婆 找到老婆 娶個老婆幫你做飯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像黑森爸爸一樣 哈哈哈哈